瓦格纳兵变之后 俄罗斯内部酝酿不寻常气愤 根据纽约时报揭露 美国情报指出 俄罗斯前住屋最高指挥官苏洛维京 可能早就知道瓦格纳的兵变计划 甚至提供协助 还有迹象显示 有其他俄军将领也可能知情暗中支持 明显是俄军爆发内讧 根据报导美方分析 除非有明确证据 否则就算苏洛维京知情不报 俄罗斯总统普廷也可能当作没这回事 因为林郑换将对乌克兰绝对有利 对于苏洛维京是否有暗中出力 美方认为如果没有其他高层支持 瓦格纳首脑普利格金不会贸然行动 报导也分析 普廷可能选择冷处理 原因是他不愿意换将 因为如果苏洛维京被证实牵涉瓦格纳兵变 局势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早在兵变当下 苏洛维京也透过影片现身喊话 敦策瓦格纳停止行动 要俄军军队坚守阵地 不要加入叛乱 但是他的肢体语言被看出不对劲 外媒指出这可能是人质影片 也就是苏洛维京被迫谴责前盟友 他因此感到很不自在 回过头看到苏洛维京如果真是知情不报 背后动机又是什么 他也被点名 其实对俄军领导层级相当不满 对照普里格金指控 俄军袭击瓦格纳兵营 炮轰要俄军高层下台 这说的就是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 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苏洛维京过去就曾因为战略布局 跟两人起冲突 而在今年一月 被封为末日将军的苏洛维京 突然遭到撤换 最高指挥官的位子 就是由格拉西莫夫接替 显示俄军内部对乌克兰战场意见分歧 在瓦格纳兵变后 普廷的政权危机还没止血 混乱持续扩大 记得李月琪整理报导 请考虑 请来 点赞订阅 击货 请 succ 请